最後來到重頭戲 就是公佈Youtube的後台 差不多左右 這個數字是港幣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土耳平日的Kate 一個是工作假期的香港人 斷斷續續在Youtube上傳了影片 大概一年多 現在終於到達5,000訂閱了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最近也有上網去看 而且也有看到一些討論區 也看到有很多人開始做Youtube 或者做Youtube做了一段時間 也有人去討論 就是他們說覺得 數人去拍Youtube是很難的一件事 原因是因為做Youtube 其實是一個很消錢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5,000訂閱的分新手頻道 究竟在什麼地方 以及花費了多少的金錢 又或者有什麼器材 或者是工具軟件 我買完之後 我是覺得非常後悔的 我最後也會分享一下 5,000訂閱的後台數據 分享給大家看 究竟那個廣告的收入是有多少 如果你也有興趣去經營一個Youtube的頻道的話 不妨看看這條影片 我們就馬上開始 首先我也是先分享一下開支 首先我也要先分享一下 所有軟件或者器材 都是我自己買的 都是自己付錢的 第一件事就是一定是你的拍攝工具 我到現在其實我也是用iPhone的 因為首先你一來不知道自己會拍多久的影片 是不是三分鐘熱度 還有我自己覺得iPhone的畫質 其實對於新手來說 其實都已經是非常之夠用的了 但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防震功能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拍片 其實我們都是這樣拿著手機 在四處拍的 效果當然是沒有一些 可能運動相機 或者是專門拍VLOG的相機 效果是那麼好 所以經常看影片 都會發現那個手是 有時候會有手震的問題 或者是畫面不斷震 很多時候就用不了 所以我是在額外自己去買 買了一個Stabilizer 去穩定那部相機的 就算是你在動的時候 畫面也可以確保 不會跟著一起震 還有它也有內置的Apps 你可以連接那個Apps 它就會有一些face tracking的功能 當你的人動的時候 它那個Stabilizer都會跟著你的臉 去動的 大概那個成本就是 我買了好像是在Amazon買的 德國 然後大概是$500港幣 我現在也是用這個Stabilizer去拍 可能我拿上去 或者是我拿下來的時候 它也不會有很震的效果 還有我現在可能倒轉 其實我現在倒轉 但畫面可能不太看到 是有倒轉 就是穩定很多 這個我覺得也是比起相機 它是一個比較低成本的拍攝器材 而且畫質對於可能 親手 一些Vlog 一些旅遊片 或者日常的生活紀錄 都是絕對足夠的 但因為其實我本身也有用手機 所以我就不把這個手機的錢 去計算到它的開支收入 但我還是會跟大家提一提 第二樣要說的就是 看完這個拍攝器材 就是這個收音器材 我之前在消費券的時候 我有花到錢去額外 去再買一支咪 它主要是用來一些室內的拍攝 或者是錄一些V.O 例如我之前拍賣 買車票 我也是會用這支咪去拍的 我以前拍一些室內的說話片 我也是會用那支咪的 但我後期就是沒有再用到 我也發現 真的有點後悔買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AI的功能 因為它現在上網也有很多AI技術 是可以提升你的音質 之餘 它也可以幫你去除背景的雜音 我主要也是用iPhone的內置咪 再加上它們AI的一些去雜音的技術 第三樣要說的就是剪片Apps 我在這個位置 我是花費了1499元的港幣 去買一個剪片的套裝 我就是賣了Final Cut Pro的一個教育套裝 除了Final Cut Pro就是一個剪片的工具之外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例如是整音樂 就是Logic 以及一個叫做Compressor Compressor就是一個影片壓縮輸出的工具 如果它配合Final Cut Pro一起去使用 它exploit的影片也會更加快 如果是用Compressor再加Final Cut Pro的話 一條4K的影片 我5分鐘就已經可以完成一個輸出 以及一個影片特效的動畫 它就叫做Motion 主要就是做紙卡 做一些效果用 它這些全部都是1499一次性埋團 比起一些月費制的Apps 就會更加好用 但是它有問題就是 你一次過就要付1499 其實也是有少少貴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很划算 就是如果你App Store單買 Final Cut Pro Motion Compressor這些Apps 你起碼都要4-5千 但如果你一次過買了那麼多Apps 你都只是1499元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划算 至於為什麼可能沒有用到Premiere 或者CapCut 或者Dafinchi這些剪片Apps 但我一開始剪片的時候 其實我是找一部2017年 就是我剛剛大學之後買的一個MacBook 它好像是2017年的MacBook Air 我一直都在用這部電腦 因為我是獨護理的 我對於電腦的硬件需求 就沒有那麼高 只需要簡單 可能試一下PowerPoint 去打字 上網就可以了 但是去到可能後期 發現真的開始剪片 真的電腦不夠用了 真的去到可能去年生日 我是找到一份工作 出了第一份量 所以才升級了 當時我是用MacBook Air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是用Premiere CapCut這些Apps 當我擺太多的素材 就像Vlog那樣 你可能放幾十條片進去 或者是很多的片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很Laggy 然後我連播片 可能我按個Play 然後5秒才能播到那條片 但是唯獨 我可能用MacBook的關係 唯獨iMovie Final Cut Pro 這些剪片Apps 就是運作良好的 所以我當時一用 我就是用到現在 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但是剪片這件事 也不是很擅長 所以我也是由一個 新手的角度去出發 我覺得Premiere Car Pro的效率 是好很多 第四個就是剛剛說到的MacBook Pro 剛剛說到 都七年沒有換電腦 就換部好少少的電腦 去慰勞一下自己 那時候又剛好找到工 我就是買了MacBook Pro的M2晶片 買的好像是1TB的版本 就是兩萬多港幣 因為我不懂科技分析的東西 我的感想就是 剪片很快 出片很快 播片 剪片 所有操作都非常快 很順暢 而且螢幕的畫質非常漂亮 不過也是看回你有多少的預算 我一開始也是用很費的電腦 如果你真的做一做一做 你覺得你真的對於畫面 或者順暢的程度有一定的需求的話 然後才可以去考慮 究竟要不要升級去MacBook Pro 或者是更貴的Window機 第五樣要說之後 要說的話就是 版權的問題比較多 第一個 第五樣應該就是這個 我是用額外在去買字體的 我就買了兩種字體 分別就是這個粒線體 以及這個陳心田的字體 加起來就是 大概是花費了港幣 只有1000元左右 其實也挺貴的 我都沒想過這個位置會花那麼多錢 只因為它的字體有分兩種用途 它就是有分個人的用途 以及商業的用途 如果你是用於YouTube出片 而你是有廣告的收入 或者你是接廣告的話 它也是算是一個商業的用途 你不只是下載那麼簡單 你要買一個叫做商業的授權 你才可以使用 例如之前也有一單 可能是新聞報道 就是說原來 身世名體 或者是標階體這些字體 其實也是要去付錢買授權 也有因為YouTuber 沒有買到授權 就讓這些公司追回授權費 第六樣要說的 就是這個圖片版權問題 講完這個字體版權 一開始其實我是用一些Google image的素材 但是後來也發現 其實那個風險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那些照片 你是不知道有沒有授權 它下面通常會有一小行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copyright的東西 例如貼紙 圖片 影片 它們都有機會是有一個copyright的保護 所以你是要再去subscribe一些素材的網站 以確保你用的貼圖 圖片 影片 也有一個正確的收取 我就是買Canva Pro Canva Pro就是一年訂閱 就是800元一年 你就可以用它們版權的問題之外 它也是設計的程式 也非常好用 我也是用它來做Themnail等等 第七樣要說的 就是它們的音樂版權 大家都知道 音樂其實是 如果你用一些可能出名少少的 唱片公司的一些音樂 它就會收回你的要收版權 如果你想要一些高質少少的音樂 你可能就要subscribe一些音樂的網站 subscribe完之後 你就可以免費用它們的音樂庫的音樂 它就會連結到你的YouTube頻道 它自動就會消除了你那個 Contact ID的標記 我一開始其實我也是有訂 給了80元港米 但是我最後還是放棄了用這些音樂 我反而是去YouTube找一些 no copyright的音樂 或者實際使用 我發現那個網站 其實也不是太好用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我用完它們的音樂之後 它也是會有一個 我是connect了去我的YouTube頻道 但是它也會有一個 contact ID的問題 不斷彈出來 然後我又要去那個網站 因為我明明是給了錢的 沒有理由我要去硬吃的 那我就要寫電郵 去客戶跟它說 我是收到一個contact ID的警告 你可以幫我消除它嗎 然後它也很麻煩 它一定要你去給那條影片的link 你自己帳戶的一些detail 給很多資料 和給很多proof 去證明你是真是合法使用的 然後搞完一大堆 然後才真的沒有了那個contact ID的警告 然後還要行止一次 可能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同樣的問題 也是要做同樣的操作 後來真的覺得很累了很麻煩 那就直接去YouTube 也是找一些沒有copyright的音樂就算了 YouTube它也有一個library 你可以免費使用它的音樂 那第二百人說的 就是我給了錢的 就是這個AI的字幕 AI的字幕 我就是用OpenAI的 AIWhisper的字幕 它是有分免費版和付費版的 那我覺得它這個工具是很好用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可以 將你廣東話的audio 去translate做去書面語的中文 除此之外它除了是廣東話之外 它也可以檢測到不同的語言 例如我之前是德文或者是英文 它也是可以同時detect到的 因為我之前有些影片 是提及了一些可能是德國德文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是用一些坊間 可能我是用cap cut的一開始 的一些視幕工具 它就完全detect不到德文 我就要手動會一隻德文字 都要輸入 但是AIWhisper它就是很好 它是主動會聽到德文字 也會幫我打出德文字 我覺得真的省了很多的視幕時間 但是它那個免費版就會很慢 我就是可能10分鐘的一條影片 兩三個小時去generate一個字幕 但是如果你是用給錢的話 那附費版大概10分鐘的一條影片 大概是兩三分鐘就已經完了一個字幕 而每條影片大概10分鐘的影片 大概是0.02美元 大概是兩毫子的港幣 一條10分鐘的影片 但是它就是沒有一些公開的軟件 或者網站可以方便的使用 如果你是要用的話 好像你也要懂一些基本的Python程式 以上就是我前期開YouTube頻道的一些開支 總共的花費大概是 就是計算那部電腦 我沒有計算到手機的 開支大概是2萬5元到3萬元的一個開支 那還沒計算你每年都要去給錢 去逐一點的會費 都是幾多的一筆開支 所以剛剛的數目 其實都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不是說一定開YouTube頻道 就一定要去有這個數字 才可以去經營一個YouTube頻道 最後來到重頭戲 就是公佈我這個YouTube的後台 我就是開通了盈利3個月 究竟是有多少錢呢 究竟這個5千訂閱的頻道 每個月的收入 大家可以在後台看到 是差不多100元左右 是港幣的這個數 然後我是不過他們最低的門檻 因為他們的門檻 你要800元的港幣 你才可以拿這筆錢出來 就是說我現在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才可以拿到這筆錢 這個數字只會save在我的帳戶 save在YouTube上 都不是屬於我的 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最後就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覺得做YouTube最難的就是 它沒有一個方向去給你 就是它沒有人跟你說 你應該要走這個方向 你應該要剪這個風格 你這個有什麼問題 然後很多東西都是自己摸索出來 做這件事原來是多些人看的 或者繼續做 原來做這件事 或者製造這個題材是沒有人看的 你還是自己去吸收一個經驗 也不會像考試一樣 就是你跟回它的流程答案 就是一個很高的分數 這個也可以說是YouTube有趣的地方 而且真的YouTube前期的投資都不少 純粹都是因為喜歡拍片 剪片 分享東西 所以大家才會願意去給這筆錢出來 也不是說要賺什麼錢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支持 不同的YouTube素人 或者小型的頻道 如果有廣告的話 也可以多看一些廣告去支持 或者可以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想支持我 或者你覺得這條影片幫到你 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Like、Comment、Share這條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啦 Bye Bye